此人凶不请自来。抱歉。恕不招呼。 5月31日,有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向华春莹和时,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乔伯访华期间曾要求会见中国商务部长,但遭到了中方拒绝仪式。 华春莹表示,乔伯部长是因一支澳市橄榄球队俱乐部的邀请到上海观看比赛,中方并没有邀请他来。 乔伯大约在5月中下旬访问的上海,他表面上是英俱乐部之邀,实际上是有求于中国。 全球最大的上市酒业公司,澳大利亚负义葡萄酒集团称,其部分产品在中国面临通关延迟,而澳每年将向中国出口3亿多澳元牛羊肉的协议也迟迟没有落实。 为了能引起中国方面的注意,当时他拍了一个让我们挺舒服的马屁,称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巨人。 与此同时,澳总理特恩布尔与他姚相呼应,称澳中两国拥有共同的命运,并期望下半年能够到北京访问。 然并卵,中方对澳大利亚的示好并不太领情,外交部称澳方必须先解决好认识。 可见,无论是乔伯的求见也好,还是特恩布尔的访问也罢,都只是他们自己一厢情愿罢了。 中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一向十分友好,澳大利亚是如何沦落到求见无门的地步呢? 澳大利亚也不要感到委屈,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。 中澳关系出现如今这个局面,完全是澳大利亚做死做出来的。 中澳眼隔数千公里,两国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的冲突,而且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,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,按理来说完全可以成为好伙伴。 令人不可理喻的是,澳大利亚一边吃中国的饭,却一边砸中国的锅。 这些年,澳方不但对中方进行恶意地,还跟在美国后面插手中国的南海问题,反华情绪比华盛顿还极端。 5月28日,澳参议员莫兰大放厥词,称要用全面战争的手段将中国军队赶出南海岛屿。 对于中国来说,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,就是赖哈玛掉脚面子上,不咬人单卡英人。 很早以前,阿尔法就认为对澳大利亚不妨给点脸色看,冷落他几年就行了。 澳大利亚不要以为,中澳关系是他们可以随意挥霍的,需要中国了就可以和好,不需要时就可以遭见。 由于特朗普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,让澳大利亚深受其害。 澳大利亚这才意识到,美国老大哥靠不住了,而中澳关系又被他们亲手搞砸,迫于无奈只好向中国示好。 但咱们要有记性,在澳方没有深刻反思问题之前,不妨再谅谅他们。 中国有句老话,叫上杆子不是买卖。 良好的中澳关系,本应该靠两国来共同维护,我们再也不会干中国气墙澳大利亚拆屋的事了。 至于澳大利亚急需的进行政,看来还得等等再说。 而再多的漂亮话,也抵不过为中澳关系做一件实事。 。 Kia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hatsApp WeChat Line SNS You may like